沈先生保留了现场 这台智能镜陷在破碎的洗手台中 陶瓷台面碎成了好几半 他认为是安装出了问题 安装平台派了一个师傅给我安装 然后师傅现场安装的时候 我看他那个钉子有点松动 我就让他说确认安装之后 然后就走了 走了之后呢 然后我就去搬家收拾东西了 收拾东西之后 然后我搬完东西回来一看 就看到现场是这个样子的 9月底 沈先生在天猫诺斯旗舰店下单 花728.14元 买了这面智能镜 它其实就是一个有加热 还有一个它是逼挂的那个 其实也谈不上什么多什么 不会告诉你 谁是世界上最美的人 不会 沈先生说 店家提供了配套的安装服务 10月9号到货 11号上门安装 当天晚上就掉下来了 价值1798元的水龙头 和1650元的台面都有损伤 还要花去大概400块钱的修理费 他希望负责安装镜子的 小巷斑斑平台 做出赔偿 两人的说法截然不同 沈先生联系过安装平台小巷斑斑 他说对方愿意赔偿 但金额之前没有贪拢 损失现在是4000多块钱 他只愿意赔我3000 我不同意 那你现在的需求是什么 要帮你反馈 我现在总共的损失达到4000多块钱 我这里都有发票可以开具出来的 你们之前的负责人找到我 说只赔3000块钱 这个方案明显是不行的 那你需求是要赔4000元是吗 4700多元 我这里都有发票的 好 我反馈钻研去处理一下 沈先生说 原本这4700元里 包含了智能镜的费用 经过沟通 诺斯旗舰店同意给他补发一台 这部分钱就不用小巷斑斑负责了 晚些时候他反馈 已经收到了安装平台的 3800元赔款 1818红金眼记得报道